我的肉身呢 这下你也成小宝宝了 跟我一起玩吧 你不要过来啊 回洋果 奇怪 怎么没有尸体 甚至也一朵血字都没有 是暗物质流 一旦接触 就会被铜化成暗物质 上次你带给我的植乳 今日我双倍奉还 你欠我妹妹的 就拿你的命来抵吧 那就看你的本事了 段公子 我的灵宝之童敢知道 这沈浪身上藏着远超古堡的神物 谁都别插手 看我亲自了结这个废物 天地 他也是 究竟 很准备 尽力 无所思 准备 我 神浪,我已不是当初那个我,你没有胜算 道阳真人竟然将气灵古堡给了他,当真是什么 竟然是弱化的八街妖兽莫娇 想打赢我,到原因再说吧 召唤泪皮蛇也不定用 死到灵头还最硬 啊,麻痹毒物 我看戏的时候,可不喜欢别人打奖 神浪,明年今天就是我的纪律 你曾经的仰慕之人,看来要交代在这儿 那也是他的命数 神浪 神师长 神师长 好 洛雪,还有龙腾基地的哥哥 神浪 初流 不许再有人夺走我的伙伴 我还没有找到你们 没有带你们回家 我怎能死在这里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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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神大人留下的圣阳战器 紧接了 怎么可能 神机龙卫从不失手的传说 差点被打破了 竟然输给同一个散修两次 废物 倒有好手段 不过你竟当着我们的面 将断剑击毙 胆子当真不小 这跟你没什么关系 他活着和你决斗 自然跟我没有关系 但他没了 那就和我们有莫大的感想 断剑 誓此阳宫道阳真人之子 然后呢 道阳真人追责下来 你就算能走出蓬莱山 也势必会被联盟无止境的统计 看你实力不错 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臣服于我 入我新宫 列万鼎乃是原河海域 原音轻下最强修士 号称立小天尊 神浪 你若是愿意加入立小天尊麾下 也不算入了身份 想必击杀断剑之时 新宫也能替你摆平 第二呢 哼 让你永远消失 小宝宝 你在哪儿 出来玩儿呀 不但再回去 任何双生怪罪下来 是死路一条 现在出去被他抓到 也肯定活不成 这可如何是好啊 我来追你啦 喂 你好歹也算这片海域的小明星了 趁人之危也未免太无耻了 机会只有一次 你做何选择 我选第三个 让你们都闭嘴 哈哈哈哈 在圆河海域 还从未有人敢对我如此言语 段剑 你也别装了 还好气灵体能让我躲进开山印了 不然还真要命丧你手 哦对了 气灵体还是从你那朋友剑无痕身上拨下来的呢 哈哈 当日他本源受损 从一个成年人又缩回了十三岁 朱如 他 没事 让他说 在我眼里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你们先走 我怕打起来 照顾不到你们 我花子灵 岂是贪生怕死之辈 队员抛弃队长 不太像话吧 终于出事了吗 等破开静止 这红荒灵宝本座要定了 入死水手还不一定 红荒灵宝 若能得到的 战力必然能飙升 到时找人 也会更轻松吧 不好 速战速决 打败神了 去夺红荒灵宝 我来陪你们玩玩吧 可不可以 会一起 我这七彩幻圆顶中内运飞行的预备 金与你必死你意 去死 青山巨人本命神通 一力破万法 回我宝典 拿命来逃 有人在战斗 仙子前面好像有人在玩游戏 我们要不要去加入他们 等他分析 找机会救溜 这可是渊河海域 结丹其中最强大的三人 沈浪竟能以一敌三 也许 他才是渊河海域 名副其实的年轻一代第一人 是小猴子呀 对不住了温定 老夫也是迫不得已呀 那现在快去 连山真人就这么被他撞死了 他是何方神圣 这个威亚远朝猿鹰巅峰的连山真人 他是化神器秀士 好可爱的小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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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